大家好,这里是一球,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今天还是录了一期正招,还是直播时候录的 然后呢,我们边看着这个正招的比赛呢,顺便也边聊聊天 他主要还是聊聊FIFA时期吧,还是聊聊FIFA什么的 FIFA时期下一个比较关键的日子呢,是13号,是9月13号,13号,13号 Demo放出来的日子,当天好像也是实况正式公布的日子吧 好像也是FIFA13号,好像也是9月13号 之前做我一个就是直播时候录的一个实况的一个Demo的一个史丸嘛 反正招来一堆水军,也不算水军吧,就实况的四中玩家 其实反正都各自发表一下观点吧 那期视频做的,其实本身来说我觉得实况还是挺好玩的 虽然有时候就是不自觉的黑两下实况,也是觉得好玩吧 其实最早之前我觉得在中国来说,接触足球游戏,或者说从此爱上足球游戏的玩家 我相信,或者说年龄稍微大一点,像我这个岁数的四五十啊,肯定都是先从实况玩起来的 当时第一次接触实况的时候觉得,哇靠,这游戏太牛掰了 能把这个足球游戏做的这么好 就是你想传球,你想打地面也行,想打这个投球也行 我记不清楚是实况几了,当时已经觉得,哇这个游戏已经把这个足球模拟的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虽然当时PS2时代吧,画面虽然差一点 但总的来说,就是对足球游戏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你几乎可以模拟出来大部分现实比赛中可以完成的一些传切配合 那会倒是对实况的过人没什么特别大的感觉 印象中,早期实况也不太强调 像FIFA这种SKUMS过人这些东西 但是感觉玩起来还是挺开心的 但是,时过近千,岁月如梭 客观点说,现在FIFA应该,我觉得 FIFA应该超出来实况一大截吧 先不说游戏画面,手感等等一系列的东西 就说这个FIFA的可能性和FIFA包含的游戏模式 像FIFA包含,线下的杯赛,线下的友谊赛这些都不提了 线上的就普通的season,然后还有UT模式 肯定是FIFA首创,后来人家实况超了一个 但跟这个FIFA比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但实况的UT模式说白了,不还就是season和可能有杯赛吧 其他的没什么的吧 你看像FIFA的这个UT模式都包含什么 今年又新加了两个,一个是阵容创建 然后还有一个是就是周末联赛嘛 五五于高水平玩家的,然后去年又加了个争招 在之前其实没什么,在之前其实也支持联赛和杯赛 但是FIFA一直在不停的改进这个UT模式嘛 所以现在其实就单论这个FIFA出的UT模式来说 可爱性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 我觉得如果FIFA把UT跟这普通的足球这个FIFA16分开了卖 我觉得UT应该也挺挣钱的吧 没准要是我的话,如果我不玩摄像模式的话 没准我买个UT就已经挺开心的 或者说就已经足够了 FIFA还有什么模式啊,这个ProClub 就是你可以组建,你可以自己建一个小人 然后参加线上的比赛 跟这个,跟好友也好啊 跟这网络上的玩家一起踢队伍 你要是真的大马了,可以踢11对11对不对 你可以完成你线下做不了动作 在线上应该还是很开心的 今年ProClub应该说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改变吧 就是它更新了这个评分系统 像踢野球可能会比之前会好很多 因为像之前踢野球的话几乎就没有配合 大家各玩各的,那还玩个什么意思 那今年因为评分系统的改变 可能会更强调团队配合 或者更强调协作 我没准对这个,就是像一些时间不固定的玩家 就比如我 我不可能,就很困难就是 比如说每天几点到几点 约一票人一起在那玩 毕竟我不太现实 打野队没准现在可以一稿了 所以我其实还是FIVX7有计划的 尝试一下ProClub 之前FIVX14 15的时候我也试过 野队实在是实在是太无聊了 然后ProClub说呢还有生涯模式 生涯模式其实做的也非常好嘛 包括球员生涯模式和经理生涯模式 这个实况里也有 但是有观众留言说 这个实况里没有从这个球员生涯 直接转到经理生涯 就是退职之后当教练这部分 但是两个部分也都有 这个就不说了 今年生涯模式 我之前也说过吧 我内测的时候评测的也是生涯模式 总体上来说我觉得改进不是非常多 我觉得这几年FIVX主要 重心还是放在UT模式上 像生涯模式 今年其实核心的东西几乎什么都没加 就给教练加了一些目标而已 之前其实这些有了 只不过在后台 大家看不太出来 今年就做个图表放前面 然后去年不就加了个训练吗 然后前几年我感觉一直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其实我觉得如果生涯模式做好的话 它其实完全完全可以覆盖掉另外一个游戏 就是足球经理 足球经理我早些年间玩过 其实相关说还是很简单的 就是买卖嘛 然后设定战术希望多应求嘛 然后到了近几年我没怎么玩 但是去年前年的时候我开过一次 同时来说我觉得就已经搞的 搞的非常非常复杂 而且战术的变化也非常多 经理你要管的事情也非常多 其实这些东西我觉得如果也想加下来的话 应该任何问题都没有 但是我觉得它重心应该不在这 而且而且估计这个 重心不在这 毕竟FIFA还是一个有画面的游戏嘛 这些精灵的东西可能它觉得发不出来它的特点 所以今年又新加了一个模式 这样一个模式实况肯定没有了吧 叫做故事模式 就是你可以扮演一个角色 其实故事模式说白了就是 大家都玩RPG吧 不管是比如前两天我做的神海 还有在之前什么美国末日 你扮演一个人去打怪也好 去探险也好啊 其实FIFA的故事模式说白了就是 你扮演一个球星 去踢球 所以呢 你看什么神海啊 什么其他的RPG 你能随便换主角吗 你能给主角随便换脸吗 所以一样 FIFA时期的故事模式也换不了脸 但是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 或者今后如果FIFA想做的话 肯定可以做起来 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差不多就这些吧 还有女足 今年女足根本就没那么提 去年提了一下 其实我也觉得只是个噱头 我印象中FIFA16刚开服的时候 我拿这个女足尝试过搜线上的比赛 根本搜不到人 今年好像女足又新加入了几支队伍 然后女足里还有中国队 其实FIFA16也多亏了女足 然后才有中国男足 不过今年女足和男足还是都有 女足我印象中我们可能还有一个五颗星的Skill Moose的一个女足队员吧 但我想不起来是谁 但是说这么多也没用 因为你女足几乎线上搜不到人 今年FIFA这个也没怎么强调女足 今天我觉得FIFA主要强调的就是一如既往的加强这个UT模式 还有新加入了一个故事模式 其实故事模式就是给线下玩家的嘛 就是给那个喜欢玩上涯模式的玩家一个新的选择 而且再说回来 为什么说FIFA比实况值呢 两个游戏都卖在我们这边北美都卖60道 你说这个FIFA比实况多出来这么多模式 今天不说画面怎么样 同样价钱我为什么不多买点东西呢 而且可能有人说我不客观 但我觉得从画面上来说 FIFA就是比实况做的强 而且高出来不是一个等级 实况用的是什么引擎 FIFA用的是什么引擎 然后我们说回这个画面的 说回画面吧 这场决赛啊 踢的还是可能最近来说 决赛踢的相似说比较大的一场比赛 因为大家从画面上看到了 45分钟的时候已经0比2落后了 但是其实踢的时候感觉对手不是很强 但输的原因 我觉得可能跟自己心态有关系 然后和对手的这个高压比抢也有关系 差不多第二个球也是自己传球失误吧 今年还是那个问题吧 就是面对高压比抢的时候 今年本来传球就不准 面对高压比抢的时候传球会额外的不准 然后还是在自己半场被断 所以这个丢球快或者丢球多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我还是稳扎稳打吧 因为其实对手感觉还是比我弱 我觉得耐了心来还是有机会 最后在这个70多分钟的时候 扳平了 而且我阵容本身也不弱吧 然后这是80多分钟吧 穆勒断了之后给梅西 然后穆勒又插回来了 穆勒体能和跑位 积极性真的是太好了 最后还是穆勒在这个89分钟的时候绝杀 又帮助我们拿到一次title 说到征招我还想了 FIFA17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玩家计划 比如一上来拿一些钱不直接开卡包 然后去提征招的 我觉得征招你能提到第三轮开的卡包 就比直接拿这个钱去开卡包会好不少了吧 第一轮第二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差别不是特别大 到第三轮之后可能会给一些非常不错的卡包 像是什么35000的一堆都是RAR的 有球员的有这个消费卡的 再好点没有有50k 然后有预票球员的初期球员如果好的球员 或者相对来说不错的球员还是非常值钱的 没准会有一些不错的能抽到一些不错的人 对后期有一些帮助 但是就是踢征招太慢了 开卡你把那些钱都开完可能一个小时结束了 征招还得踢个两三天 我只是有这么个想法和疑问 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有这个计划 然后最后这个卡包还是不错的 开到了本则码 然后我正好之前还拿过一个粉卡的科诺 可以组一个西甲的这种玩玩 好了今天先聊到这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